精采 下午2点半欢迎再度锁定的量新思维 我是范依华 我是屈领态 领态哥哥 我们继续来聊一下 因为最近有其实大盘震荡的幅度嘛 大家都说可能这个季线 想要一举约过去不太容易咯 那么这个礼拜来说的话 是不是有7月份 整体来说都是一个除全席的行动 大家会担心说这行情可能没看到 但是有可能会贴息 好像情况会不断的来上演 在这个时候投资人到底 该怎么来选股的策略 或者是现在操作的观念 到底该怎么来改变一下 好我想我们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 我个人大概这个市场上蛮久了 20年 其实也趁更好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比较特殊的时间来跟大家聊 我个人认为这个行情 未来的行情会相当大 那么短时间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业内主力盘 业内主力盘 所以如果以今天这个指数的架构来看的话 因为今天这个指数的话 很明显是有点沙盘 而且今天量没出来 那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说 这个观念啊 同志朋友 大家一定要去熟悉说 一个股票市场上的一个观念 什么叫观念呢 今天 今天啊 在我们的惯性时间坡的点 11点半到12点半的惯性时间坡的点 是拉回的 是 这一段是拉回的 比如说今天的惯性是属于偏空的 但是今天的幅度不大 那如果按照合理的惯性的这个所谓时间坡的观念的话 明天的台北股市中红的机会大 因为既然是业内主力盘 从上个礼拜五大家看到那一根长红棒 最后尾盘那一刻 大家这个叫做市场上把它称为叫做大惊奇 这个大惊奇就告诉我们一件事说 业内进来了 事实上那不是跟外资没有绝对的关系 尤其明天又是台积电刚才这个 主播也提到 这个明天台积电要除息 所以这个市场上众所瞩目在这个明天 那么今天稍微的拉回的话 反而有利于明天的中多 明天的中 这个中红的架构 那我们再回到过来看这个指标的话 今天很明显指标 并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反转 今天这个指标 我们这个指标是短线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每一根代表15分钟 或者这个20 30分钟的这个线形图 所以这个波段 也就是说这个点上个礼拜 这个点叫做新版证所税的转折点 那这个不是K线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指标 但我要跟大家提到说 今天这个状况最特殊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要跟大家提到说 明天反而有利益 因为指标并没有翻弱 并没有转弱实力高档震荡 所以明天中红的机会大增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沙盘推演 我跟大家提到说 我认为这个行情我是看得蛮好的 蛮好的 因为我们当然不会讲说 现在这短时间这一块 因为短时间这一块 我说过今年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行情我们认为是 9500以上甚至万点的行情 当然不会那么快 这是我20年来的经验 对甚至到明年的第一季 到明年第一季 注意哦 这个为什么要第一季 我们以后再把这个整个结构 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投资员 如果你有兴趣听这个结构的话呢 那么你也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 礼拜六 这个早上嘉义跟台北 礼拜天的台中跟中壢 来跟我们这个见面 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这个 第一个我们说 万点的行情里面 一定要国际股市的一个背景 是长线多头的 那么这一块几乎是确定的 那么结构的话呢 我们会在礼拜六 礼拜天讲得更仔细 好 今天各位刚刚说了 这万年行情可期哦 甚至呢多头可以延续到明年第一季哦 不过我们必须先休息一下了 稍后再回到能量新思维 轮远投顾顶级服务专人规划 提供顾客专属服务人员 提供客户全方位的投资建议 最具专业且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期待能成为顾客最忠诚的终身理财帮手 02 23219933 23219933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将画布铺满日子的甜美 他用色彩涂抹眼眶的光辉 把人生画成乐园 从他曲折的手里捋出幸福 这世界最善良的风景 就住在他心里 玉山信用卡独享九折购票优惠 不是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三立财经台 晚间抢挡地线 这么多的财经信息 到底哪一样可以帮我们赚大钱呢 邀请您跟我一起分享 财经大朋友 我们有60分钟带你掌握国际三六尾营 另外眼睛看到的 不见得完全都是真的 15次的秘密 打开电视 都在三立财经 追逐创新 有语挑战 电视圈首创的科技节目 全台公主而三十一品 带您想去看 恨动全台的财经新蓄力 犀利交娃 旨在三立财经台 天良益肾保肝丸 它能滋阴补肾又保肝 一天还不到四十五元 肝肾顾好了 头不昏眼不花 腿脚有力 天良益肾保肝丸 打底保健康 天良生计 欢迎回到能量新思维 今天大盘开高 不过有点震荡 最后翻黑了 尾盘秀在了8000 15点 是小跌了20点左右 但量能部分 今天还蛮少的 只有732亿 可以看到在碰到季限 好像就是一个关卡 过不去 接下来的盘要怎么来观察呢 节目现场为你邀请到 轮云投顾的总顾问柯建伟 来到现场 柯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柯建伟 柯总我们昨天有说 要组一个右肩底 而且这右肩底万一打成了 接下来可能要挑战 8400点以上了 接下来看的话 这个底部已经开始 慢慢的成型了吗 好的确 今天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 开始构筑右肩的过程 那么既然是右肩底 当然是要拉回 所以今天这个拉回小跌 非常正常 甚至不只说是正常 应该讲说 今天已经是非常强势的 右肩整理了 因为正常而言 那么麻烦导播打一下日线图 可以看到 在日线图上面 左肩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么7912点 那个位置 那是左肩 那底部就是7663 所以各位应该看非常清楚 合理上 右肩应该相对7912打出来 大概回测 可能7912 或者7950附近 但是目前已经震荡两天了 昨天小跌 那么今天一样震荡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那么相对左肩那个低 有比较明显的凹下去 对不对 但现在右肩呢 连凹下去目前还没看到 算是一个横向震荡的格局 对 所以以现在这两天的架构而言 它其实比我们所预期的右肩 还要更为强势 它等于是一个用横向震荡 替代回挡的格局 那么时间还没到 因为你可以对照一下 左肩大概在五天左右 那今天这个若以右肩 今天才第二天 所以合理上 这边还会有一些震荡 但是震荡过程当中 个别股会非常积极表现 那我也跟各位说过了 如果这个右肩完成 整个大头肩底 那么若成型 就像刚才一华有跟各位讲 等据测量幅度是8449 那等据测量幅度叫做 最小测幅满足点 所以不是只有那个位置 而是最小到那里 那多的话 可以比那边多10 多10 多100 多200 多300 都可以 有没有 上面头肩顶 测幅满足在7905 结果杀到7663 还多了200多点 所以上去也不能 也不会说不能这样子 一样可以 一样可以比最小测幅满足 还要多一两百点 两三百点 其实都是可以的 当然我这个计算是没有去算 所谓的除息 明天 明天就除息大戏要上场 对明天台积电 对明天除息要去掉 差不多30点 所以换句话说 那么除息如果各位自己去扣 因为不同时间 这个有不同的席值 然后自己去扣 所以以席值扣下去 那么不过我还是说 席值也是你赚到的嘛 所以不管扣不扣 换句话说从现在来看 未来你可以赚的空间 还有好几百点 所以换句话说 从大盘的角度而言 都还有不小的空间 那更不要说 除了大盘以外呢 个别股的空间更大了 我说实在 我并不会很希望说 大盘兵兵双双 这样往上涨 那一下走完了 那就不好玩了 没意思 最好是进进退退 震荡震荡再往上 震荡震荡再往上 时间拖长 反而可以让很多股票 还有轮流表现的空间 那除非你做期货选择 否则大多数投资朋友 应该希望是 多头时间走得越久越好 对不对 能够有越多的时间 让个别股热闹表现 我想昨天 昨天虽然跌二十几点 收盘跌二十几点 但昨天上涨加速六百多加 下跌只有不到两百加 这样不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吗 同样的今天也是 今天盘中 其实个别股 有很多热闹表现的空间 虽然大盘间是 这个开高走低 震荡压下来小跌的 但很多股票 照样是非常热闹表现的 不是吗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还是一样 我认为是积极 可以积极选股操作的 嗯哼 好 可是在选股操作 我们还记得 其实柯总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开始讲了 说这个台数集团嘛 南电 这其中股价是有可骑的 今天如果打开南电的这个 K线图来看 会发现 哇 怎么又再往上挺进了 而且今天是抢锁在涨停了 最高就是四十二点八块钱 而且抢锁了好多张 七千多张 柯总这怎么会 现在突然发动 而且一攻就是涨停啊 对啊 其实我说实在 我在介绍 上礼拜一直跟我介绍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它哪一天会涨停 嗯 可是我只知道 那个价位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什么价位呢 那么南电如果把它打周线图 抓一年半 一年多的周线 我是不是跟各位说过 南电打了一个周线 非常大的底部 那之前在去年底 那个地方 横盘了一段时间的 那个颈线位置 就在37块多 就在37块多 38块那里 所以这一波大盘大跌 现在回到日线 它刚刚好打到最低的位置 就是37.7 所以在上礼拜打下来的时候 我一直跟我讲说 南电这个地方 是一个绝佳回测的买点 第一个 它的净值高达50块至上 台所集团很少 能够有股价不到净值的 第二个 它的转机非常明确 股东会公开说第三季 转亏为盈的几率非常大 如果转亏为盈 净值又在那么高 那哪有道理说 股价三几块钱 你还会怕它吗 所以我说 你可以积极做承接 我想南电我应该讲了好多天 连续从上上礼拜 到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连续跟各位说明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买到那个地方 到今天已经赚了差不多一只半 这个超过一只半停班 今天涨停锁住 那显然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么不只像南电 包括像这个 我们昨天跟各位讲 1810的合成 对不对 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还说不要以为它只是坐马桶的 对 而且合成其实 其实我们之前上一波的时候 也跟各位介绍过 那么后来涨上去一段 麻烦导播打合成的日线图 有没有 上次在这个上一波 合成日线图 好可以看到上一波 我们同样是在9块多 跟各位介绍 还涨到10.65 就碰到大盘的大跌 但是大盘大跌 它拉回 它拉回的幅度 相较大盘而言 是相当这个有限的 它刚好回测到之前起涨的景线 又回测到年线 所以我跟各位说 它所有的基本面 所有的题材 都没有任何改变 不管是它的产品 不管是它的土地 那么它股价净值比这么低 而且NAV更高 那么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可以好好注意 今天早上开盘 还有平盘附近 那你看 然后供到涨停盘 大盘虽然后来往下收 但是它收盘 仍然收在涨停附近 那么回到合成日线图 你可以看到 合成也几乎要把下跌 这个全部吃掉了 快要来挑战下跌 整波下跌之前的高点 大盘目前反弹的幅度 还不到整段下跌一半 差不多一半了 大概一半左右 可是你看强势股 南电早就已经回到 那个相对的位置 快要到回到那个位置的附近 站上所有的均线 那合成更是快要挑战高点 再来看我们那时候 这个介绍南电的时候 常常病人一起介绍 6188的广民 广民今天高点 甚至要来挑战 整个波段新高了 对不对 同样也是拉回的时候 非常有限 那时候回到30块以下 我就跟各位讲说 回测月线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好我想 各位应该印象很深 因为这几档 我们都是持续 那么长期跟各位说过好几次 那事实证明是什么呢 事实证明 如果符合我们所说的 转机 成长 价值 价值 成长转机 这六字真言 各位应该很熟 符合这些条件 然后股价却因为大盘这一次的拉回 回测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不管是均线或者是井线的位置 那就是上天送给你礼物 我不是说了吗 六月份的下沙 找这些股票 就是上天给你的礼物 那么到今天 果然你可以看到 那么今天大盘是下跌的 但是我们这些股票 这也是我带我们会员的股票 这些股票今天南电涨停 这个广民也是大涨 几乎创新高合成功到涨停 你会觉得今天大盘是下跌的吗 不会吧 如果你手中有些股票 完全不会觉得大盘下跌 所以我要强调意思说 大盘现在虽然我说 它可能还要震荡整理几天 甚至会有小回荡 构筑右肩 但这个右肩是为了未来的向上 所以在这个右肩过程当中 你要做的事情 是积极的选股做多 好 那么由这些股票更可以证明 很多股票根本不会管你在这边 整理的过程 它该上去 它就一个一个上去了 好所以 我还是强调 这个地方积极悬股做多 那么积极悬股做多 不代表你可以随便设飞标 那么像今天3D列印 因为政府说 要什么 要有一个什么雷射股之类的 3D列印又涨停了 对 可是注意 3D列印能量 还是没有翻多 还没有翻多 对 对啊 今天涨停版 记不记得 上一次大总时威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大总时威能量 好了 我来翻给各位看能量 好 来 这里 有没有来看一下能量 上次是不是也涨停 对 我跟魏说能量没有翻多 跌停 跌停又跌停两根 今天同样攻到涨停 很抱歉 还是绿的 能量还没有翻多 实威上次也是 涨停 有没有 第一根跌停我就跟各位说了 第二天拉上来你不卖 连续跌停 涨停我告诉你能量没有翻多 跌停跌停 又再连续跌停 对不对 然后呢 今天冲上来 结果能量还是没有翻多 所以 我们说了所有的趋势 或者 我们说所有的题材 产业面 我们都还是会用技术面 来做一些检视 那其实能量不只技术面 它也代表筹码面 就是市场上多跟空的两个力道 相交战的结果 主力到底是有没有进货 主力还是出货 用能量这个招妖镜 一照就是一目了然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然后旋骨的方向 那么价值成长转机不变 好 但是个别股 你必须要用个别股去做检视 那么这个第二季的季报 现在慢慢很多法人 都开始自己在先预估 所以还没公告 都开始预估了 如果第二季季报不错 然后第三季还可以成长 或者第二季半年报 虽然不怎么样 可是第三季估计成长的幅度很大 那怎么估计呢 当然就是从产业面 或说它价格是不是 产品价格是不是有调整 那么或者说 是不是有什么新产能加入 当然我们在研究方面 我们是有研究单位 各位可能没有 所以各位就可以 多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搜集一些市场上一些资讯 但是这些搜集来了 我还是强调 那么目前大盘 这样忽上忽下 其实包括个别股 轮动速度也很快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 例如说放到能量系统 放到自全股功能当中 那么翻多翻空 就会非常清楚 包括短线 像很多股票 短线翻多了 可是可能波段还在空方 那你可能就先做短 如果波段也翻多了 那就可以波段 像例如说 各位最想知道的鸿海 鸿海目前短线波段 能量都是翻多的 所以鸿海里面发现 那么当然它是比较牛的股票 但是至少当它翻多之后 你会发现鸿海 就是这样敲敲敲敲的上来 对不对 那么它就没有像之前 反弹就在破底 之前能量在空方的时候 它都是反弹两三天 三四天又破底 反弹又破底 但是这一次就不太一样 所以鸿海这个时候 可以安心一点了吗 可以布局了 我的看法是 手中有的 你可以安心先续报 因为目前能量是多方 那手中没有的 如果你喜欢它的 你当然还是可以考虑 逢回买气 因为能量在多方 可是如果你想要 赚钱速度快一点的 那当然可能有其他更多 速度会比它快的 包括这个 我跟各位说 第二第三季 有非常重要一个族群 叫做太阳能 那么 其实我昨天有提到 但是昨天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再次跟各位强调太阳能 好 在去年底 那时候 我记得群创9块多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主推在 这个面板族群 后来我甚至跟各位讲说 群创会往静止靠近 就真的涨到十多块靠近静止 今年的第一季到这个4月5月 我们主要跟各位持续介绍 是在低润族群 对不对 从威刚 品安 这个华邦店 甚至宇瞻 这个一连串的 那么整个低润族群 但是到了这个第一期 季报公告之后 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族群 可能你要做一些 技术面来回操作 因为它会开始上上下下 你看这个羽瞻也好 是不是震荡整理 你看这个威刚也好 是不是也开始做横向震荡 品安是不是也开始做震荡 有没有 都从这个五六月 五月底六月初开始 那么就比较没有办法 做一个强势表现 因为我说过了 因为他们第一季非常漂亮 第二季虽然还不错 那么但是能不能比第一季好 那么是比较困难的 只有很少数 可以比第一季要来的好 但是呢股价往往是 不是在已经看到你赚钱 很赚钱的时候 股价涨最凶 往往是从亏钱到赚钱 这个转机的过程当中 在转的过程当中 股价涨最凶 对 你会发现彩晶也是啊 彩晶是在 都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的时候 从两块钱 拼音票票已经涨到九块多 十块 才告诉你 我转亏为赢了 没错从十块多再涨上来 但是以倍数而言 你从十块涨到十五块 五成而已 对 你从两块多涨到十块 涨五倍 哇 所以 同样的太阳能也是类似的概念 嗯 太阳能现在还有很多股票 股价都还不到净值哦 太阳能第二季 我认为 我们研究部的估计也是 你去看很多法人报告 大概也是 五月份 六月份 很可能单月就出现转亏为赢 但是整季第二季就不见得 好有的转亏为赢 有的还没有 但是其实也不太重要 因为第二季就算还没转亏为赢 大概也都可以确定在那边缘 然后第三季可以转亏为赢 所以换句话说 对于转亏为赢这件事情而已 在太阳能族群 尤其是在下游电池族群 尤其像我们说的 这个五个最主要的标的就是 龙头的茂迪 然后新日光 再来玉京 生阳科 太极 以这五档而言 那么转亏为赢 几乎就是不用太担心的事情 一定会发生的 只是它在这个单月转亏为赢之后 第二季就单季转亏为赢 还是要到第三季单季转亏为赢的差别 可是你们发现 技术现行都非常像 好 现在导播打茂迪的 现在就是茂迪的日线图 看一下 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底架构 小小的左肩底部 现在在做一个右肩 所以左脸红 今天黑 做什么呢 一样嘛 用强势的横向震荡去替代右肩 而且基本上 所有的均线都在这里的下方 换句话说 它只要往上一点点 它就站上所有的均线 对 有没有 可以看得很清楚 均线 所以它是一个多头排列的多头架构 它不是一个空头架构 好 再来看一下 新日光 每次我们都喜欢举这个例子 357 跟茂迪好像 对 怎么看起来好像同一个形态 也是左肩底部 然后也是强势横向 昨天红今天黑的一个横向震荡 我们再来看一看 绝对是不同的股票 不是同一支 虽然看起来很像 35 351是玉金 好 也很像也差不多 没有那么像 但是也很像 也是一个左肩 底部 右肩 肩盘中也是一样 站上所有的均线 只是玉金它的均线 纠结的更夸张 就是简直是要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了 对 几乎是黏在一起了 好 再来看 那个生阳科 生阳科也是一样 很像吧 生阳科跟茂迪 跟那个新日光 又更像 比较像一点 再来看太极 太极也是一个 有没有 也是一个头肩底 有发现 哇 这个族群 形态都这么像 表示各位知道吗 当要动的时候 这个族群将会是非常具备 族群性的 直接往上 像开花一样 满地开花 就是整个太阳族群 全部 所以族群一起动 对 全部发光发热 当我强调是下游 上游的波动跟下游 不完全一样 就中美金跟这个 中美金 绿能这些 跟下游的不完全一样 下游这一些 形态可以这么像 你想想看 有这么整齐的族群 法人主力会放过吗 不会轻易放过 好 所以我想 太阳能族群 非常值得注意 当然如果从基本面 你硬要去挑 你说这么多 难道我不可能 每一只都给他买一个 一张两张 不可能 总有比较好的 如果我们硬要挑的话 因为这一波 各位知道太阳能 是一个景气概念股 当没饭吃的时候 没有人要去装太阳能 所以你看那个 金融风暴的时候 太阳能股 为什么跌很惨 因为各个国家 都为了顾巴兜 所以所有的太阳能的补贴 全部都大幅下降 尤其欧洲 但是 各位知道 现在不在谈QE退场 为什么QE可以退场 景气好转 景气好转 对 所以美国其实不是现在 美国从去年 欧巴马连任之后 去年到今年 欧巴马政策 就是积极推太阳能 包括太阳能电厂 我想各位很清楚 尤其像加州 那么所以呢 布局美国最深的 首推茂迪 所以如果你要抓美国概念的 太阳能概念股 当然就是茂迪 所以茂迪在前一波 也是涨最凶悍的 因为美国财大七出嘛 他砸下去的最多 所以茂迪可以表现最凶 所以你也可以把茂迪 列为一个优先标的 当然新日光也有布局美国 所以以美国来说 第一优先是茂迪 第二是新日光 但是呢 今年除了美国之外 有一个国家叫做日本 日本今年非常积极在推太阳能 而且今年的年成长率 就是今年全日本预计太阳能装置的成长率 比去年成长八成 比如说去年假设装100台好了 今年就是180台的概念 然后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它是以金额来算 今年日本投资在太阳能装置上面 会是去年的1.8倍 这是非常惊人的哦 不是股价涨1.8倍那么简单 这是整个产业1.8倍 那非常非常惊人的 所以目前日本自己本身太阳能电池 竟然出现缺货 供不应求耶 不是产能 我说过转机是产能量力拉高 它不是拉高而已 它是根本就供不应求 所以布局日本市场最深的是什么 是玉京 3514的玉京 所以你看玉京今天非常强 而且玉京的净值还在35块左右 将近35块 股价连30块都还不到 所以它的这个均线纠结的非常明显 各位可以特别注意 那当然新日光也有 所以 因为新日光现在病了忘能变最大一个 所以它美国也有一些 日本也有一些 通吃了哦 对 但是它通吃没错 但是如果最单纯的美国的就是茂迪 最单纯日本就看玉京 那新日光 如果你讲要两个多一点 那就是新日光 所以这三个是最优先 那太极是因为股价最低 那么它的这个第一期亏损又少 所以我想这四个 这三个再加一个太极 这四个是给我们可以有限注意 好 柯总刚刚说了 这第三季有充满转机的 就是太阳人族群哦 在下游部分可以多加来关注 能量先做 感谢你收看 那我们再会